詞曲 李宗盛 從英國唸完書回來以後 就是我那一年剛好就不知道為什麼 而開始陸續發生了很多社會運動 開始參與這些我就覺得很有投入社會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參與社會 我們才能夠說我們才能批評社會不夠好 不過一直批評社會不夠好 但你以後不去參與的話 你有什麼資格去說政治不好呢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想說 我們台灣不只是選舉可以看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就是開始寫了自由背包課的證據 開始自由背包課的旅程之後 我有一天到了新化的養回紀念館 那時候我在紀念館裡面就發現了 楊葵先生寫的劇本有點震驚 我大學唸了好像台灣最好的戲劇學校 我那時候還是明年制 這麼雜實的訓練過程 我沒有唸過任何台灣的劇本 唸了很多莎士比亞利圖圈 可是台灣的劇本呢 我為什麼都沒有去唸過 我後來有聽楊崔老師演講 就是說他那時候楊葵先生的文章 收錄在課本裡面的時候 老師第一次念到這個課文的時候 就是說這是誰啊假的吧 楊崔老師的同學就說是真的 他的孫女就在我們班上 我們的教育是這樣子 讓我們對某一個段落是空白的 所以那時候才發現有很多是需要再把它補回來 我那時候有寫到紀念紀念園區 那時候還是紀念館 然後還不叫全國務館的時候 我就是在園區看到這個 他是陳總統醫生 送給他育友還是育友送給 楊葵先生的一個禮拜 但他是裂了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他竟然用膠帶幫你清 我就想說我們的處女可以在戲這裡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說 不僅是故事的處理歷史的處理 就連這種無辜的修復 其實也是在修復我們的心靈 就我們有多重視他 其實是可以從很多細節去知道 那有很多東西我們都要持續的在努力 不是說不好 而是我們可以更好這樣子